为了庆祝美国国庆 华部孔子大厦的居民 三日举行了庆祝美国独立纪念日的烧烤大会 由孔煞董事会及孔煞联谊会联合举办 共有900多位孔煞居民及华部地区的社团代表参加 为华人社区庆祝美国国庆的一大盛事 这项由孔夏董事会及孔夏联谊会联合举办的国庆烧烤大会 是专门为华部孔子大厦内的上千居民举办 今年是第三年举行 活动自上午11点起到下午3点 获得社区企业社团的热烈支持 今年也扩大举行 准备了800多份的餐店 主播单位特别赠送华部地区四个老人中心 各20份的烧烤餐券 共庆国庆 活动的烧烤食品丰盛 色香味俱佳 大多数的民众由习家耐卷出席 全家大小一起围坐孔夏庭院 共享天伦 其乐融融 主播单位安排了卡拉OK娱乐节目 让居民自由参加 大力赞助孔夏烧烤活动的孔夏厅厅负责人 罗森伯特父子 二号演出席活动 与居民同乐 会长上有来自暑骑大学及高中领袖培训班的学员 担任服务义工 热心地为社区其劳服务 华部孔子大侠董事长于金山表示 在国庆日举办活动 希望民众爱护自己的国家 捍卫民主自由 那么希望呢 在大家这个享受这个美食 这个BBQ之同时呢 我们也记得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呢 一个最好的一个庇护 那么华人居民呢 在美国能够安居乐业呢 我们要一起为这个国家祈祷 出席活动的嘉宾还忙过中华公所顾问陈玉军 中华总商会会长李可乔 等多位民选议员及政府代表 此外为了庆祝国庆日 华部连车公所近来也开放会所 让民众观看世界杯足球赛 据连车公所顾问赵文生表示 4号国庆日当天 阵逢两场重要的八强赛事 连车公所将在中午12点 及下午4点球赛时间 开放民众入场看球 欢迎民众自由入场 连车公所的地址在华部屋街49号二楼 华语电视记者杨战天纽约参访报道 有安康宁健康之友等协助民众 申办药物保险给付计划的活动 将自7月7日起 分别在曼哈顿华部 法拉圣及布鲁克林 华人聚集的地区各举办一场 市议员顾雅明 二日举行了记者会宣布服务详情 鼓励有需要的民众携带相关资料 踊跃申请 由安康宁健康之友会及家建保险等合办的免费协助民众 申办老人药物保险给付计划 简称EPIC 将自7月7号起 分别在曼哈顿华部 法拉圣及布鲁克林华人居民聚集的地区各举办一场 主办单位二号举行记者会 包括市议员顾雅明 安康宁之友会义工李燕尼 及家建保险代表曾经营的人 都出席记者会鼓励有需要的社区齐劳 永约申办 据介绍 EPIC是州府的一项补助无力购买高价处方药齐劳的服务计划 申请者必须为年满65岁的纽约州居民 个人收入必须低于7万5千元 或夫妻两人收入必须低于10万元 同时申请者也必须已经申办了联邦医疗保险处方药计划 但若申请者为白卡的持有者 则不能够申请这项计划 市议员顾雅明表示 由于州府在今年4月宣布放宽申办者的收入限制 但社区仍有许多合乎申办的齐劳 并不知道或对申办的情况不了解 希望民众都能够在7月举办的三场服务时间内 参加活动了解情况 三场协助民众申办EPIC活动 分别在加减保险的曼哈顿 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办公室举行 申请者需带保险资料 收入资料等前往服务地点 集中法拉圣为7月18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 在法拉圣39大道136-52号 询问电话为917-795-3444 华尔街市记者杨债田纽约采访报道 由沃尔文化娱乐主办的谭炳文杨燕 欢乐双星庆国庆演唱会 日前在旧金山Walfield大剧院隆重举行 两位明星还特别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 回顾了他们在演艺事业上不平凡的经历 感谢湾区歌迷们多年来的支持 记者会上刚抵达旧金山的谭炳文和杨燕 唱谈了来到湾区的感受 以及对演唱会的期待 如果讲中意当然是喜欢陪音了 不用见人 闭上就这么说就行了 你比如见人 起码都会换见三光鲜D 同时有时候讲话讲错了又不好 总之挨了几十年了 咸酸苦辣都试过了 都是喜欢陪音 在台上登高一唱的时候 很多二三十年的朋友 大家都聚在一起了 当然我除了唱歌之外 是我的爱好 还有就是画画 我喜欢画画 那么最近很荣幸的 也很高兴 台湾方面邀请我开画展 所以这次我唱完之后 我三十号飞台北 七月五号在新加坡之后 我九月份在台北 九月十三号在台北 一个梨画廊开画展 演唱会当晚 作为香港著名综艺节目 欢乐今宵的老牌演员 谭炳文演唱了多首 承载华人集体回忆的 经典乐语歌曲 赢得现场观众的共鸣 而台湾苹果花歌后 扬艳的歌声 也得到了观众一致较好 加上移送本地歌手的传统 两位实力派明星 合力上演了一场音乐盛宴 现场观众反应热烈 演出空前成功 此外大会还安排了抽奖环节 主办单位 沃尔文化娱乐公司的四位年轻创办人 担任了抽奖嘉宾 38个获奖名单将会在 BatteryDirectFlaw.com官方网站公布 敬请留意 华语电视记者李嘉一 旧金山采访报道